赵天龄退选 谁接棒 被点名的几位党内民调 黄杰呼声高 他一早出席活动 表示没接到任何相关讯息 自己没有看到相关的数字 也是今天早上看到新闻才知道 这边都没有接到相关的讯息 所以我的消息可能比你们都满 有没有议员参选 黄杰没说死 出现人选逐渐明朗化 除了黄杰 还有清局系的在地议员郭建盟 以及跟赵天龄同出 勇言会的黄文艺 林亚区有里长聚集 向党中央发声 希望这个人选 不要空降 要在地 可以考量到基层的接战能力 选一个跟我有渊源的名代 基层声音喊出传承 陈青迈出席跟黄杰通场活动 两人互动引人关注 接任人选明确说出方向 不应该要从派系跟选区来做考量 而应该从整个选举的大局 以及总统的选举来做考量 黄杰议员 国建盟议员 然后华文艺议员 我的选区我比较熟 所以我就比较知道 我觉得这三位议员都非常优秀 谁出来的会赢 选区的老前辈 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林 也被点名救火 表示自己不会回来选 推荐三名议员都很优秀 大选胜不到80天 谁接棒 民进党高雄市党部表示 人选这周将会确定给答案 参与周围达推荐权股仙 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